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西方科学家 翠氏 我是科学馆中的文科生 又来和大家讲故事 今次讲的故事 是关于一些很伟大 很出名的科学家 大家都应该会听过他们的名字 但我会讲一些 可能平时你比较没机会听到的故事 甚至可能颠覆你对他们的印象 作为第一集 当然要找一个足够的科学家 所以我就找了他 我相信牛顿绝对是一位 大家都一定听过的大科学家 小学时也有听过他的故事 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应该是他被苹果打中了头 然后就想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到底这个故事是否真的 当然不是 这个这么戏剧的故事 其实是假的 是他的外生女传出来的 后来就被他的忠实粉丝 阿福尔泰 去发扬光大 后来这件事本身 就好像有些传奇色彩 为了令到这个传奇色彩更加落后 慢慢就开始有人写成 是被苹果打中了头 然后才想到 所以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事 牛顿的为人其实是什么呢 是否真的这么光明 这么正向 其实不是的 因为他也好像是一个人 也有一些人性弱点 其实牛顿的确是一个很聪明 很勤力 和做事认真严谨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是一个有些阴沉 有些自卑 有些自恋 有些过分自大 但是有些卑鄙 而且还是一个吵架王 一般大家知道 其实他小时候 就是比较惨点 因为他爸爸 在他出生前 就已经过世了 他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 就改嫁 但是牛顿和继父的关系 其实就不太好 所以他是由他婆婆去照大 而且他是一个早产的小朋友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 其实是看药多病 时都被人欺负 之后去了劍桥那里读大学 但是在劍桥那里 其实他是一个叫做减肺生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学费减免一些的学生 当时除了减肺生之外 其他就是一些自卉的学生 以及一些贵族 他的地位算是最低的 附带一提 为什么会选牛顿做第一集的另一个理由 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 经历了一些 我们现在都正在经历的事情 就是这个疫情爆发 因为在1665年的时候 伦敦就爆发这个黑死病 死了超过8万人 于是当然要停学 牛顿便要回到乡下居家隔离 不知道大家居家隔离的时候 会做些什么呢 是不是躺平灑肺 牛顿便没有 在居家隔离这两年期间 一般的说法就是 他完成了不生最伟大的成就 在数学上便完成了这个 广义二项式定理 泛明了微积分 在物理上便完成了对光学的研究 还有就是统整了牛顿运动三大定律 以及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 但事实上在这两年期间 他的确是有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和成果 数学上的成就的确主要是这两年间完成的 甚至乎是智学完成的 但是物理学上的光学和力学 其实他基本上是起了个头 后续的都要继续做很多研究 甚至乎得到其他人的啟发 才有他后来的成就 但提到他的成就里面 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光学 光学是能够成功进入英国的皇家学会 因为他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 比之前的望远镜效果更加好 而且他提出了光的微粒理论 来解释光产生的现象 他能够进入英国皇家协会 同时也遇上了他一生的敌人 就是这个罗伯特·傅克勒 我们刚才也说过 牛敦是一个曹家王 其中曹得最多的就是和傅克之间 傅克呢 其实傅克也是一个麻烦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出色的科学家 他是很擅长去做一些精密的仪器 包括这个折射式望远镜 以及这个显微镜 他也是第一个透过显微镜去看到细胞 以及明明细胞的人 但是当时他有点点眼红牛敦的名望 于是他就去踩牛敦 对于他的光学理论冷嘲热奉 甚至乎他联合了另一位很出名的科学家 就是荷兰的惠根斯 惠根斯就是提倡这个光是波动性的 两个科学界的大佬 就联手去攻击牛敦 牛敦就当然是没有严刑他们 所以一路之下 其实他本来已经写好了他的研究成果 写成书就叫做光学 那本书就一直拖到 库克和惠根斯都死了之后才出办 因为到时就已经没有人去跟他争辱了 但是牛敦和库克之间的纷争是未完的 库克其实在他早期的著作里面 都已经有提出过一些 和万有引力非常相似的理论 他就有跟牛敦书信来往来讨论 牛敦也有提出一些他的说法 在这个书信来往的过程之中 库克就曾经指出过牛敦的两个错误 大家互相讨论 指出有错误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 库克也是一个麻烦人 他普普通通书信来往便好 他居然将他们的书信公开了 而且拿着周围去抢牛敦 就是说我早就说牛敦不行了 你看他又错了 让我找到了 牛敦就很生气 于是乎就导致他们两个完全反扁 但是在这件事上 其实亦都提出 就是牛敦当时 其实是未完全建立到 他那个万有引力的理论 亦都是受到库克很大的啟發 但是亦都引致后来的一些事 就是后来的虎克和他两个同事 一位叫做哈雷 另一位叫做雷欣 他就讨讨论到一些力学和桌圆运动 一些引力之间的关系 今天雷欣就说 其实可否证明得到这个理论呢 但是其实虎克的数学功底 就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他就说 我一早就已经想到这个理论 亦都已经证明了 不过我现在拿出来的话 你一定觉得这件事很简单 所以我不拿 于是乎 雷欣就做了一个很出名的赌局 就是这个四十先领的赌局 如果 附克和哈雷 你是谁可以证明到 用数学证明到这件事的话 就可以得到他一本四十先领的书 四十先领是当时一个货币单位 其实是一笔也不算少的钱 结果两个月过去 阿富克是没有东西拿出来的 哈雷同样都没有 但是他就走了去找外援 找谁呢 就找牛敦 牛敦听到哈雷说之后 他就说 这个啊 我二十年前就已经想到 写了在我的草稿 不过现在找不到 但是不要紧 我立刻再写一份给你 于是乎呢 那几天之后呢 牛敦又真是 用数学来证明了 这个引力的定律 然后呢 就寄了给哈雷 还出版了做论文 叫做论运动 哈雷看完之后就觉得 这篇文章 劝牛敦是应该要再去深入一些研究 然后整理成一个更加系统的结论 就出版了本身的论文 也是后来呢 就是这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但是呢 在这件事上面 又有一些争执 因为呢 阿富克就觉得 喂 我应该是给了很多啟化牛敦 所以呢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是否应该要寫下我 有什么贡献呢 牛敦最开始 听到的时候就觉得 搞错啊 不出版了 在哈雷 赴黑婆心地劝他之后 才勉为其难地 写了阿富克的名字 出版了第一版之后 阿富克见到就觉得 搞错啊 寫我的名字 寫得这么少 不行啊 于是乎牛敦听到之后 就很生气 第二版的时候 就索性 全部都查完 完全不看赴黑这个名字 最终呢 其实阿富克都很疼 虎独中老 但是呢 死了之后 人都死了 通常我们都会比较尊重死者 但牛敦是没有的 在阿富克死了之后 牛敦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 他做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他决定 要将阿富克的手稿 和他的画像 全部都消掉 结果呢 就令到我们现在呢 其实 不是很知道阿富克是怎样的样子 因为那些所有画像都已经消掉了 还有呢 在这件事上面 即是他和他之间的争吓 是有一段 大家应该有听过一部分的东西 就是有一句名言 就是牛敦说的 就是说 如果我看得比别人远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那一般的教科书 或者一般坊间的说法 都是说牛敦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就表示说 是一个谦虚的表示 就是觉得他的成就 只不过是建基于前人的成果之上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是有另一种解读的 是什么呢 这句说话呢 其实就是出自于 他和阿富克在这个书信 吵架的来往之中的 所以呢 有历史学家呢 就认为这句说话呢 其实是牛敦呢 用来讽刺阿富克的 因为呢 富克呢 是一个很矮的人 还有呢 是有驼背的问题的 所以呢 就用这个 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说话呢 来到去讽刺和侮辱阿富克的 那也都反映了牛敦 有少少黑暗的一面 那我们第一集呢 关于牛敦的故事呢 就大概说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的 不过时间又狠 就说不了那么多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会说一些 其他科学家 未必是黑历史的 那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能大家比较少听的一些故事 那下一集再见了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